进入秋冬季节忧心疫情回升 中央公告12月1号开始启动秋冬防疫争案 要强化社区的防疫医疗应变措施等 台东新政府表示 由于台东现在已经成为大家首选的观光旅游胜地 因此配合中央政策要强化大众对于防疫关联 绝对不可以松懈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上升 重要类型请职业中心宣布12月1日起 启动秋冬防疫专案 民众进入医疗照护、大众移书、生活消费、教育学习 观展观赛、休闲娱乐、宗教祭祀、洽工等八大类场所时 将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全国首选观光旅游地点的台东县 不敢大意高度戒备防疫 我们要落实到每一个人 因为在台东过去零确诊的状况 大家的心情上比较放轻松 那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要趁这个机会 赶快再跟民众宣导 防疫绝对不能放轻松 我们要落实 而且要积极地实时地 时刻地注意防疫的一个措施 要保持安全距离 随时戴口罩 清洗手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再度落实 再次再跟所有的民众来做提醒 因应疫情趋缓 全台防疫措施 将于6月7号 从学校合意不用检测体温 是内外保持十万块平台 每两周居然 这里有口罩的防疫新出火 才能更新出源 这里是下张 例如铁花村 儿童公园 美术馆 总共有263处 发动了总共17对158位同人 进行消毒的工作 我们现在目前的消毒比例 是规划 大约两周一次 用次力酸烙水 一比一百的次力酸烙水 进行环境的消毒 今天已经提到 藉由重点地区的消毒作业 提升鲜明防疫意识 加强个人防护 像是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希望全民动起来 一起维持台东零确诊的目标 最终结台东时报道